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一种情,却会随着岁月的讨喜而沉淀,最终融入到生命里 犹如《宋你一颗子弹》中所说,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喷嚏而已 于华的《兄弟》一书中,光头和宋刚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在重组父母的关爱下患难与共 而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又被欲望牵制,渐行渐远 当那份兄弟情被重新找回时,却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恨一个人会很久,爱上一个人或许只需一瞬间 李兰是刘震司场的女工,自从丈夫去厕所,偷窥女人的屁股掉进分池淹死 她就羞耻地抬不起头,从此她患上了偏头疼 儿子光头从出生起都没见过阳光 一天夜里,李兰鼓起勇气抱儿子出门 耳边传来生命中最难忘的魂后男婴 一年前,就是这个男人帮她把丈夫的尸体背回家 还把沾满粪便的尸体冲洗干净才离开 从那一刻起,这个一米八五的尾岸身躯 便在李兰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她就是宋凡平,一个中学的老师 之后,街上偶遇几次 她帮李兰提过米,背过孩子 命中注定的姻缘,总会再相遇 光头五岁那年,宋凡平的妻子病逝 李兰去参加了葬礼 从此,两人在心里惦记 一个夏天的夜晚,李兰拉着七岁的光头到镇上看球赛 宋凡平临上场前,把儿子宋刚交到她手上 宋凡平是球队的明星 她所在的队连连获胜 最后宋凡平以一个漂亮的扣篮轰动了全场 她兴奋至极,当众把李兰高高娶起 场上的焦点都聚集到她俩身上 李兰激动得满脸通红 再后,宋凡平领着她们去喝了冷饮 从此,一家四口的温馨生活开始了 宋凡平是个体贴的丈夫 婚后下厨烧菜,拉着李兰的手上揭 有时还当着邻居的面给妻子洗头 有男人依靠和呵护的女人是幸福的 李兰从此骄傲地抬起了头 之前的头疼病似乎被治愈 可好景不长 一年后,李兰的偏头疼又患 比之前更严重 宋凡平把她送上海去治病 那天之后,刘震的人开始疯狂起来 街上挤满游行队伍 口号声打骂声,想象一片 头一天,宋凡平还是英雄 举着大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 次日就被挂上了地主的牌子 当街寿城 之后宋凡平的家被抄 接着被关进一间仓库 左胳膊被打得脱臼 可她仍给李兰写信报平安 后来,上海也乱了 李兰决定回家 宋凡平承诺去接她 到了那天 李兰从早等到晚都没看到宋凡平的身影 她预感家里出事 风尘仆仆地踏上归途 在车站出口处 俩孩子满身污秽 见着她便哇哇大哭 欲敢被证实 为了去接李兰 宋凡平提前从仓库逃出来 在车站被六个追赌的人 用木棍活活打死 李兰看到丈夫千疮百孔的尸体 一次次晕死过去 又一次次苏醒 几次差点爆出惨烈的哭声 都生生咽回去 她泪流满面地把宋凡平的尸体收拾干净 出葬那天 宋凡平的父亲和他们母子仨 用板车推着棺材走在街上 李兰昂着头没有哭 也不让他们哭 走出刘阵 李兰的哭声凄厉地从心地里爆发出来 悲痛随着那声呐喊熏泻而出 返回的路上 她收住了眼泪 挺起胸膛 穿过大街 失去挚爱 李兰的生命已缺失一角 可膝下还有俩儿子 生活还有希望 公共已风烛残年 她把儿子宋刚留下照顾公共 把儿子光头带在了身边 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乱 李兰担心光头的安全 把她锁在家里 宋凡平死后 光头因地主儿子的身份 受同学冷落 有次学校填表 她忍不住问母亲 我还有一个爸爸叫什么名字 李兰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只有宋凡平这个爸爸 李兰希望光头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可人生往往事与愿违 光头十四岁那年 到厕所里偷看女人的屁股 被生情活捉 李兰再也骄傲不起来 光头并不在乎别人的非议 还以偷看到屁股的秘密 与人做交易 换取三鲜面吃 儿子的斑斑劣迹 让李兰的精神彻底崩溃 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她的头疼得越来越厉害 肾也出现毛病 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两个儿子才十五六岁 她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 先到澡堂把身子洗干净 为丈夫守节 她已七年没洗头 进澡堂时 还满头乌发 洗完出来 已是满头白花 瞬间苍老的样子 让人吃惊 李兰决定再为宋凡平 去扫一次墓 光头担心母亲劳累 特制一辆有躺椅和顶棚的板车 还偷来一瓶病人殊胜的葡萄糖水 便母亲路上解渴 李兰舒服地躺在砖车上 儿子推着她招摇过世 走上山间小路 这个曾经像前夫一样 带给她耻辱的浑世魔王 此时又像宋凡平一样 让她感到骄傲 扫完墓回家 李兰买好了棺材 就住进医院 临终前 李兰稍信把宋刚叫来 跟她交代 儿子 光头是你弟弟 我不担心你 我担心光头不走正道 你答应我 不管她以后做了什么事 你都要照顾她 宋刚抹着泪承诺 妈妈 您放心 我会一辈子照顾她 剩下一碗饭 我会留她吃 剩下一件衣服 我会留她穿 李兰泪如雨下 不 生活艰难时 东西你们分着吃 衣服 你俩换着穿 李兰去世后 宋刚的爷爷也一命归息 患难兄弟又聚在一起了 两人回忆着往事 父母不在时 兄弟俩自己煮饭吃 到河里去捉虾 没钱时 吃盐巴酱油配水 夜里两人给父亲 送虾和酒遭人抢 宋樊平被打死 尸体血肉模糊 兄弟俩牵着手 哭着找爸爸 宋刚跟爷爷住乡下时 长走十几里路 带大白兔奶糖来看光头 两人隔着门窗 聊到天黑等李兰回家 童年生活虽苦 有人相伴总温暖 幸福的生活总算盼来 光头被分到福利厂 宋刚分到五金厂上班 两人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 就像挖到金矿一样兴奋 到饭店点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 犒劳自己 又各做了一套中山装 让自己焕然一新 宋刚的眼睛近视 光头给他配了一副最贵的眼镜 宋刚看世界都清晰明亮 感动得热泪盈眶 生活太艰难 风雨中携手的兄弟情 特别让人动容 宋刚忠厚老师 被科长排挤 欺负 光头为兄弟两肋插刀 把科长走进医院 光头当厂长时 宋刚开心地就像自己被封了官 把光头的任职文件 抄了一份留存 还给他支了一件 有帆船图案的毛衣 物质越来越丰富 人也在慢慢地改变 光头在福利场干得风生水起 生活滋润了 身份今非昔比 情欲也呼之欲出 当年被他偷看屁股的美少女林红 如今更是风姿绰约 光头垂涎欲低 对他死缠烂挡 可林红对光头恨之入骨 还爱上了温文尔雅 身材挺拔的宋刚 三人情感的纠葛中 林红最终嫁给了宋刚 悲剧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宋刚与林红结婚不久 光头便辞职下海 可他非但没做成生意 还负债累累 被债主追打 光头的敬语 让宋刚寝视难安 他一次次接激光头 被林红发现后 逼着宋刚在光头和他之间 做出选择 他说 我们公不起他的生活 无奈之下 宋刚与光头断了联系 可命运总是捉弄人 从那之后 光头靠收破烂起家 又做服装生意 正得盆风拨满 这时宋刚却失业了 林红的针织场也不景气 还时常被厂长骚扰 宋刚在就业时 扭伤了腰 又得肺病 光头是念兄弟情的 请宋刚到自己公司当副总 被拒绝 又悄悄地给林红送钱 让他为宋刚治病 宋刚病情刚好转 便不告而别 外出挣钱 他太想让林红过上好日子 宋刚走后 厂长更肆无忌惮地骚扰林红 光头知道后 找领导把厂长撤了 又帮林红从车间调到办公室 女人的情感是脆弱的 金钱未必能俘获女人的心 而危难时期的温情 却能触及女人内心的柔软 林红开始改变对光头的看法 跟她进出高档场所 渐渐地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己 光头也在欲望的膨胀下 丧失良知 当宋刚挣到钱回家时 林红已跟光头去上海 修复出女魔 一个是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弟 一个是挚爱永生的妻子 亲情和爱情 最终都败给了现实 往事历历在目 宋刚潜然泪下 她想 或许林红嫁给光头会更幸福 这样一想便释怀了 她给林红和光头各留下一封信 然后在夕阳下卧鬼自杀 她给光头的信中写道 你以前对我说 就是天翻地覆了 我们还是兄弟 我现在对你说 就是生离死别了 我们还是兄弟 宋刚死后 光头彻底崩溃 所有的人生快乐 都换不回此生挚爱的兄弟 她时常对着那张泛黄的全家福发呆 看着当年宋刚 为她抄写的厂长任职文件 又回到了七岁之前的孤独 林红也坠落成风尘女子 她已不再有真情 宋刚的爱 是她心里永恒的痛 罗曼罗兰说 爱是生命的火焰 没有它 一切都会变得黑暗 沧海桑田 繁华落尽 唯有真情犹在人心 无论是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 愿拥有时不错过 失去时 不留遗憾 好了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山下的樱桃花 已经开放 风儿把路上的灰 吹成了 微微灯光点亮了 麻草屋 吹起了路声 我们就换个跳舞 心里的爱 心里的爱人 还在远方 就把眼前的路 留得万有万 天上的星星 和黄色的月亮 只等着 只等着 阿哥对你唱 山下的樱桃花 已经开放 已经开放 风儿把路上的灰 吹成了 微微灯光点亮了 茅草屋 吹起了路声 我们就换个跳舞 心里的爱人 还在远方 就把眼前的路 留得万有万 天上的星星 和黄色的月亮 只等着 只等着 阿哥对你唱 阿哥对你唱 心里的爱人 还在远方 就把眼前的爱人 就把眼前的路 留得万有万 天上的星星 和黄色的月亮 只等着 阿哥对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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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对你唱